嗨,我是妮妮妮 你們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快要被最近的天氣搞瘋了 擦了保濕的,又不夠滋潤 擦了滋潤的,又不夠清爽 下一棟酒礦的答案就是要靠混搭來熬過去囉 依然就是可以用您平常很愛用的密膜 很愛用的乳液 還有你出門很愛用的那一罐粉鈴液 只要多一個小步驟 那清爽的夏天,還有目前穩固的美貌 會乖乖的跟著您囉 今天的課題就是保濕激化液的五種用法 我用的又是Arita家的喔 這個 整個品牌的所有保養品 大家都被我經歷過了吧 火焰光透保濕精粹 它有拿到FG特優的最高榮譽 我覺得Arita他們家的產品 拿到獎真的是他們應得的 太棒了 我們台灣的品牌可以打敗這麼多國家的各大品牌 覺得很厲害 如果你手上也有愛用的保濕精華液 那成分也很純粹的話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學起來跟我一起這麼做吧 保濕精華液的五種用法 go 我們在化妝水之後 將保濕精粹 輕鬆簡單的上在局部或全臉 來強化保濕力 它的質地很清爽無油 又很好吸收 化妝棉加入化妝水濕 保濕精華液在重點區域 急救補水會以更有大大的幫助喔 比平常的濕膚更提升保水度 皮膚太乾在敷面膜之前 擠上保濕精華來當做潛導 敷面膜的時候就可以有更好的吸收 完成之後肌膚的潤澤感超有差的啦 細節的改變常用的乳液加精華液來做稀釋 擦乳液的清爽度也會影響我們的膚質平衡喔 原本用乳液的黏膩度就會好多了 底妝保濕力不足想要更貼妝 妝效才夠美呀 適量的加入保濕精華 上妝起來延展性會更好更均勻 完妝後很薄透 不會有厚重的感覺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用ARITA的 活顏光透保濕精脆來示範的 五種保濕精華的用法 當然在這其中我最常用到的方式 絕對是單擦 我個人非常非常享受單獨 我在跟每一個保濕品獨處的那種時間 你可以去感受它的氣味 還有去擁聽你皮膚給你的那種回應 感覺是很棒的 我可以用的應該大部分敏感肌的女生都可以用 而且它的成分很簡單 它裡面有天然綠藻萃萃取 然後大小分子的玻尿酸 還有糖基海藻糖 然後金鋁梅跟繡線菊的萃取 而且沒有酒精 沒有香料 沒有色素 等那一些對皮膚比較敏感 或者是有害的物質 對了 所以剛剛我們的 尤其是在混合粉底液用的那一招 在精華液的選擇上面 就更要挑好 那它的用後感 對我的膚況來說感受最大的 應該是它的保濕跟整體水分的那個持續力 是最有差的 這個持續使用的感覺 還有睡覺起來之後的那個飽滿度 是我覺得差最大的 所以化妝水跟乳液還是不足夠的話 我覺得可以增加保濕精華 是對夏天保濕比較好的 又不會再增加肌膚的負擔 好了 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精華液的多種用法 希望這次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謝謝收看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下一種 下一種 對不對